那怎麼解決呢?前述呢?建立模型的方法 我們用最小篇方法 然後這邊這個方法叫Base9 基準線的所謂的預測器Predictor 我們在講前面上後面說呢 我們現在一共有10個使用者 然後呢有5部電影 所以你一共有幾個變數? 你一共有15個變數 那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呢取出呢 30筆黑色的當成你的訓練資料 所以呢這個第一個使用者 對第一部電影的評價呢是幾分?是5分 第二部電影呢是4分 第三部電影呢是4分 依此類推 然後呢我們把這30部電影呢做一個平均得到3.63 所以如果我們以3063來預估的話 你看不管是誰我們都猜3063 3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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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模型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找出呢這個叫XU跟XI XU呢是什麼呢?是 模擬呢這個什麼?使用者 U相對於平均值的所謂的偏差 所以就是說呢對於第一個使用者而言呢 他是3.63嗎?沒有啊 他比3.63高 所以我們需要給他加碼下一點 他對於第四個使用者呢 你看他怎麼樣呢? 他呢比3.63少 平均值的齁 所以這次怎麼辦? 我們看XU呢就是負的 減一點 因為他呢就是分數打的比較嚴格 一概念它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XI呢是什麼呢?是 就是模擬呢他的這個品質 對於每一個什麼 這個電影I相對於R 所以看這個方向 所以呢你看呢 第一部電影呢 他的評價呢到大於3.63 所以可能呢 這真的是一部好電影 所以呢我們在做數學模型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個好的品質呢 給他呈現出來 你可以注意到呢 這個有的那個電影呢 評價呢有1有2有3 所以第四部電影呢 可能真的是 這個品質呢比較不好的電影 所以呢我們給他 這個電影的評價呢 這個地方就會 負的數目 負數的意思 所以他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從平方 這個到底好不好啊? 我們用最小平方法 這個呢是我們的模型 預測的數值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這個呢是真正的5 所以呢基本上呢 你這是得到一個數值 然後呢跟真正的來比較 它的誤差 然後平方和 所以呢 就利用我們這一張講的概念 就可以解決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接下來呢是 數學方程式如何從這個目標 轉化成標準的形式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所以呢我們有30筆 這個資料 所以呢有30個方程式 R1A呢是5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已經知道的 你知道第一個使用者 對A電影評價是5分 所以呢我們要做 預測 做一個數學模型來 低進它 所以是3.63平均值 加上X第一個使用者 然後第一部電影的 這所謂的偏差項 那如果第十部電影呢 在這個地方 然後第 對不起 第十個使用者講錯了 然後第五部電影 是4 所以是3.63 第十個使用者 第五部電影 所以呢每一個使用者 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取的剛剛好 它有三個方程式 所以十個使用者 就會有30個方程式 意思是這樣 那我們把這個預測值呢 減掉真正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預測值 這個是我們真正的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代數的計算 把符號提出來 所以是5減掉3.63 那接下來呢 如何變成這個呢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方程式 對不對 在這邊 所以呢 針對A的第一個Raw 因為A一共有30個變數 30個這個訓練的資料 然後呢 我們的X呢 有十個使用者 五部電影 所以這地方呢 是15 所以第一個Raw呢 所以同學呢 需要畫這個畫線 才知道呢 他在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 有認真聽影片 畫線的話 有的作業呢 這樣子一下就做出來了 三分鐘就做出來了 所以呢 這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使用者1 其他都是0 然後這是第一部電影是1 其他都是0 因為他5部電影 那你相對應的B呢 是多少 這個是轉字矩正離式 變成直的 是5減掉3.63 所以這是第一個 接下來呢 我們看第三十個Raw 最後一個4 那這個呢 是什麼呢 這個是3.63加上X X就是 就是前面都是0 對不對 前面九個都是0 第十個使用者 是1 然後1呢 是第五部電影 所以說第五個是1 其他都是0 是這樣 所以你呢 要把 要練習 把三十個方程式 每一個方程式 就隨便問你一個 你會不會寫出來 然後你的B是多少呢 B呢 是你的4 減掉你的平均值 好 最小平方 近視解 我們有前面的A 有前面的B 我們就可以代入呢 這個7至1節的算法 得到最佳的近視解 那這個呢 我把它設定成一個 這個分組作業 那你最佳的結果呢 使用者的偏誤呢 等於這十個數字 這個是一個轉字矩正平均 變成4成1 然後電影的偏誤呢 是5成1 這個數字 好 那我們考慮呢 綠色的部分 一共有7項 傾向儀呢 給呢 比較高的 這個所謂的評價 我們看第二個使用者 他是3 5 4 各位特別注意到喔 紅色的部分呢 是測試資料 所以呢 我們只看黑色 訓練資料的部分 所以呢 3加5加4呢 除以3等於4 大於平均值呢 3.63 所以就是說呢 這7個使用者呢 通常呢 顯向於給比較高的評價 好 那他的這個 這個偏誤呢 偏差呢 就會加 給他加一點 加碼加一點 0.48 意思是這個樣子 不過呢 有趣的現象在於說呢 這個呢 第二個使用者平均值是4 第10個使用者平均值也是4 但是呢 他的這個幅度呢 兩個是不一樣的喔 有沒有看到 好 那這當然會受到 電影的影響啊 因為他評價的是 一個是2 3 5 一個是3 4 這個電影也有關 兩個之間會有相關 好 所以呢 他不是絕對說 兩個的評價一樣 這兩個數字一樣 他會受電影影響 意思是這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紅色的部分呢 這三個使用者 傾向於比較低的評價 第三個使用者是5 2 3 平均起來呢 是3.33 循環 所以這個地方呢 因為都是四捨五路 所以是用所近似的意思 好 那你這個算完呢 15個 那前面10個呢 是你的使用者的偏差 那後面5個呢 就是你電影的偏差 或是代表他的評分 好 所以我們這邊出一個個人作業 那你利用上面這一部的 這一部分的分析 然後觀察這些正負號 好 然後他的強度呢 跟你的所謂評價之間的關係 算一算這個平均的這個 所以我剛才前面解釋過的 為什麼要這個聽影片 因為你聽影片才能瞭解 其實如果你有聽影片呢 其實是有比較有功效 不過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是 這個你要把它學會 這個功夫呢一定是不能少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訓練跟測試的這個誤差 這個是前面講的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然後這邊是舉例怎麼算 這個是第一個使用者 A部電影的預測值 所以每3.63 第一個使用者這個地方是0.64 然後呢 第一部電影是0.71 所以算出來是4.98 那真正的是多少 真正的是5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誤差 只不過這誤差坦白講蠻小的 好 接下來你要注意 你每一個 這個是你用最小平方法得到的預估值 那你得到這個預估值的時候 要小心這個計算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你這個評價呢 我們界定範圍是1到5之間 所以如果你評價是3.98 這個值呢 在我們的模型裡面是被允許的 雖然使用者真正的評價是12345 這個要特別注意到 那但是呢 如果呢 你這個預測的這個所謂的評價 那是小1的時候 你要修減到1 然後大於5要到5 也就是說你要把你的範圍設定到1跟5之間的時數 這是你要做這個 這個值的算這個值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呢 一樣 出了一個這個作業 這個地方要聽懂了 才知道這個怎麼做細算 接下來呢 評判呢 這個準不準確呢 常用一個方法叫均方跟誤差 這個縮寫呢叫RMS1 這個呢是你的預測值 減掉真正的平方 這個誤差的平方 然後把所有的使用者跟電影合起來 這個核 那要除上你的樣本數 所以為什麼叫均 因為不同的樣本數你的N就不一樣 那以我們這個例子的言呢 我們訓練呢30比 所以在算訓練的均方跟誤差的時候呢 要除以30 然後測試資料只有10比 所以你在算測試資料的均方跟誤差的時候 要除以10 意思是這個樣子 這樣做出來的問題才是正確的 不過呢 在我們這個問題裡面呢 會產生一個問題叫過失 那這個問題呢 本來這個在下一張同學 本來講話會講 可能太難了 有興趣同學呢 在和老師研究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你的測試資料呢 這個訓練呢是0.50 它的均方跟誤差 但是你的測試資料呢 反而是比較大的 我們當然希望呢 我們的訓練的值誤差 有一個值 我們希望我們的測試資料 會比較小 代表這個模型呢 是比較好的 但是這個顯然呢 如果達不到我們的這個目標 所以產生這個問題 然後當然呢 這個在這個學術界呢 跟實務界有非常多的方法 要來減少或是降低這樣一個問題 好 那各位等以後其他課程碰到了 再說 好 那在離開張同學之前呢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R4B 是3.63 然後這個第四個呢 是-2.08 然後B呢是-1.2 所以算在等於0.35 我們在這邊講過對不對 你如果小1的時候呢 你要把他提到1 因為我們的評價範圍呢 是1到5 然後預測的時候是1到5之間的時數 那原本評價多少呢 我們看一下 原本的這個預測值呢 這個地方是多少 這個地方是2啊 第四個使用者第二部電影 他真正的評價 只是我們這時候把他隱藏起來 作為我們的訓練 我們知道 這是我們為了要做訓練 我們把他隱藏起來的意思 這個呢 在實際上也常常這樣子 不然你怎麼知道使用者真正的意圖是什麼 或是喜好是什麼 你不知道 所以你當然是根據呢 已經發生的事情把它遮起來 當作不知道 好 所以原本評價呢 是2 也就是說呢 你給他怎麼樣 低估了 你做這個模型的預測的時候 你做這個測試資料 反正要預估 這使用者到底喜不喜歡 你給他低估 你覺得他應該對這個 電影呢 只有一顆星的評價 那實際上呢 他呢 因為我們剛才解釋過了 你呢 是把這個資料給他頂上起來 假設你不知道 假設是一個假設 然後呢 你再給他 算完之後 我們再兩個翻開 1跟2是有差距的 概念他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這一小節呢 利用的最小平方法 然後要做電影的推薦 也就是說呢 我們把這個 建立一個數學模型 然後 這個去得到 xi 這個跟 xu 根據這個模型 要去推薦 那這部電影呢 接下來我們這門課還沒講 那他會不會喜歡這個電影呢 那他這個電影呢 他的值會是多少 如果是值很高 我們他在登錄的時候 登錄到我們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推薦給他看 意思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